好,我们再来上课吧 主受或是传统那个所谓疑风艺术 他是不是也用这个,以前的疑风艺术都是那种所谓贤人或政治人物来带佛 或什么这才能产生所谓疑风艺术 现在这个民主社会还可以疑风艺术吗? 这个以前所谓在上的都是都指的这些政治的领袖官员 其实至少有两大系统 另外就是所谓的社会贤党 这是有德性的 在这个地方上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他不见得是做大官 那这样的两个就是 一个是政治权益 一个是道德的榜样 这两个交互作用 当然理想上 那所有做高官呢 也应该也是有德性的人 所以呢 也有很多那个退休的 退休的官员呢 回到乡 自己的互相 就成为社会贤党 那么也有一些呢 就是一直 比如说老修才一直考不上去的 所以一直没有去做官的 可以读了很多圣贤书吧 说不定因为读了更好 所以没考上 因为不懂得怎么作弊 所以那个没有考上举人近视的秀才们 也常常成为了那个乡里中的一个人格版样 他们通通的做老师 所以宰相跟老师 那大概就是两个系统 这么来构成的 那这样的一种力量 那是古代 到了明治越来越开的时候呢 它可以有另外一种形态 比如说这个主导圈呢 可能就是政治领域最高的主导圈 到了现代的时候 渐渐呢 那个商业领域的主导圈超过了政治 又渐渐的呢 那个资讯领域的主导圈 又超过了政治跟商业 所以我也曾经构造一个简单的理论 就是那种权力的转移 从政治力到商业力到资讯力 资讯力就是所谓的新闻 或者变成三权分立 它变成第四权吧 所以这边就要看这个权力的机构 它有没有尽量它应尽的责任 还是它也在腐败 那就这个资讯的权的兴起来讲 在西方啊 它就需要有一种人来继承 这个是公共知识分子 在古代就有士啦 我们前面说的两个就是 就是圣跟王嘛 王者就在高位嘛 这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在民间 就是所谓的士 那中国的传统叫士 士重要是在道德上 在西方的传统就是在知识上 那知识有两种 一种是专业知识 专家 他有种是公共知识分子 就是他的关怀 这整个群体领域的 他们就要尽严则 那么在这个资讯系统 在报约要发表言论 那我们说当代 如果说我们整个的这个 人文社会出了问题了 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在消失 在消失 台湾尤其严重 所有的报纸都有心灵立场 真正想要评良心说很公正化的人 你的言论没有地方发表 你在脸书上发表 有几百根恩战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些网红冻着几百万 是不是 完全不成比例 这个我最近在脸书发表了信书 写了十三篇 就这个传播来讲 真的是蛮可怜的 比我其他的文章 恩战人都少 但也是因为 中国传统保守 中国传统保守 会言性这个字 尽管我说 诶 性在中国 文章是很高贵的字眼 谈心论性 可是现在的性就是sex 大家都避讳不谈的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整个都 事实上生命是不开放的 活在一个封闭的一个世界里面 那没有这种公共知识分子 一方面呢 高瞻远瞩引导大家看到更庞大的世界 一方面深入去 去省察分析目前的状况 帮助人能够了解是非对错 那这就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精神所记 所以当公共知识分子 在中国的消失 通通都变为了一些政治 或者说善业地义而服务 那这个人文体制就开始变直异化 就开始走向痛快 那么西方 我们说公共知识分子 那是专业知识分子呢 也没有在他的专业领域呢 所以他忠于他的学术良性 那在美国 越来越多的这些专业的学者 都被商人收买 去拿人家的钱 去做那个已经有结论的论文 尤其是在医药界 这些所谓的医药的论文 很多都是制造很多的数据来制造某种药品 我们说这一阵子医院 没什么生意 大家都不去 尤其是很多那些退休美食 每天晃衣 到处拿药 的人都可以去做 也不去做 refnaj 没有给你做 也不去做 当然 我还没有做 而且專業的資金也沒有忠於他的取消,許有兩金,都被收買。 這就是資本主義體系的敗壞。 政治人物也被這些財困收買,甚至被黑道收買。 現在黑道都不是打架的,現在黑道都不是開公司當總市長的。 用政治獻金就控制了所有政治人物。 好,我們現在回來看我們的六條詞。 訓壞的初六。 這是這個壞以後的主要。 進退,立五人之爭。 向曰,進退,置於一夜。立五人之爭,置於一夜。 進退,這宗秀也點出了陰性生命的本質。 我們在構掛,比較多明顯表示。 就是它是一個不定的生命狀態。 這個飄浮無品,唯一不安。 從正面來講就是流動的、活潑的、浪漫的。 因此也有它的神秘感。 從負面來講就是它,這個唯一不安。飄浮無品。 一回進、一回退,一回笑、一回哭。 我每天看我順著玩那個電話玩去, 哇,一下子很高興。 一下子它心靈苦培養那個被掉進岩漿,死掉了。 哇,就很傷心。 一回重新來。 這也是不斷不斷讓它學習挫折。 不斷不斷讓它能夠習慣。 看它就是這樣子,小孩嘛。 進就是有天賦的上進性。 推就是又有在這個階段自然的自卑感。 又想進、又害怕、又怕樹,都覺得自己不行。 這個青少年有時候很麻煩。 也說還小,他說我已經長大了。 也說你已經長大了,說沒有,我還不懂。 也說他成熟,他說他還很幼稚。 也說很幼稚,他就說他已經很成熟了。 矛盾的。 一個矛盾的生命就是進,又是進,又是退。 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又想嘗試,又怕失敗。 所以點出陰性生命本身的不正。 本身的不穩定。 所以什麼才利呢? 他能夠啊,得到他生命的真定。 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才是有利的。 才是利什麼? 利他的走通,這條生命成長的路。 就是亨。 那為什麼要特別點出利五人之真呢? 這就跟那個坤卦說,利聘馬之真。 聘馬特別點出,他是個陰性的生命。 就是缺這個真。 所以說需要呢,依循這個陽,而獲得一種意義的真定。 才能夠補足他陰性生命的補足。 那聘馬,母馬馬當然是陰性。 那這個五人呢,也是屬陰。 我們總以為五人刺刹風雲,很陽剛,錯。 那個不是陽剛,我稱它叫陰剛。陰剛。陰剛就是來自於血氣。 但是血氣都是有限的。 一鼓作氣,載而衰,傷而結,不長久。 所以那個軍人戰士是憑一鼓氣去衝的。 不顧一切,死了就算了。 本來就是這樣啊。 他是血氣之勇,不是毅禮之勇。 毅禮之勇是從真理來的。 他是可以信守,可以持久的,可以終生不變的。 那是從心靈的自覺,上通於天理,下雪上達而來的。 那才叫陽剛。 這個由陰性生命啊,這個累積了一加一加一,累積了一個氣。 這個幾秒鐘就發洩完。 要重新累積。 那像這種叫陰剛。 當然有累積而來的,那個還算光明。 還有一種陰剛是有委屈、壓抑。 不斷的匱乏感。 在那邊激、激、激。 激成他內心中的那種飢渴。 或者累積他的怨恨。 激到一定程度爆發出來,更猛烈。 因為激怨、激憤。 激那種氣憤。 爆發。 可是那又不是無緣之水。 所以文人才是屬陽的。 不過這個文人不是那種無聊文人。 真正的文化人。 所以有那種人文化成德性修養才是真的文人。 因為他真的文應該是下學善達。 天的福利。 所以那個產能夠修養。 所以呢,作為一個紫瓶血氣的五人是不夠的。 他要尋求他的生命可大可久的依據。 要開發出他內在的那個心靈的自覺才行。 好,肖像說進退。 什麼意思呢? 智一夜。 這個智是指了他整個的生命存在狀態。 智是一個方向的意思。 心知所知。 這個智。 這是一個方向。 那陰性的呢,不是心靈的方向。 是生命的方向。 這個生命的方向就是沒方向。 所以對於第一個智呢, 我們呢,適合理解為是生命的存在狀態。 因性生命的存在狀態。 就是唯夷不安。 這個疑不要直接理解為懷疑。 而是指了唯疑。 唯疑是不定的意思。 不安不定。 唯就是不安,疑就是不定。 事前想後,一會再回那裡。 不安。 很容易被外交環境的刺激所帶走。 這個以前我的岳母, 尤其是我那人跟我說她媽媽。 她媽媽常常出門的時候呢, 本來想要去辦這個事。 應該做某路公司。 可是看了別一路來了。 反而先上吧。 就是走到別一路。 結果她就看了, 哎呀,路裡頭有什麼? 隨緣吧。 結果呢, 去做了很多事她原來的出門的初衷。 他們不一樣。 一切看了百。 所以隨緣就動走走, 細舟走, 走得很遠的地方, 甚至不曉得怎麼回家。 就是正性的。 隨緣的。 很多的女生啊, 去逛百合公司是沒有準備要買什麼的, 逛逛了。 碰到什麼,買什麼。 可能買了一堆, 根本能用那麼多的。 就是性質吧。 男生都是, 要買什麼, 第二個也是這樣。 然後到一邊去, 就按圖鎖記, 找到那邊買回來, 找到那邊買回來。 很快, 效率很高, 回家了。 跟女生來講, 那多沒趣。 好。 女人比較是憑了情緒。 這個只要有樂趣就好, 做了什麼事情不重要。 好。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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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走路都走, 最直線。 女人走路, 他走那條有趣的路。 彎, 亂個彎有什麼關係呢? 他比較好玩啊。 只走都太癢了。 我跟我們那人常常就是, 有這個不同。 但沒問題。 跟著他, 我們就走那條有趣的路。 只有我, 就走那條最快的路。 各有慘頓。 好。 但是呢, 為什麼說立五人之聲, 智, 智也。 智, 是安定的意思。 安平安定, 平智嘛。 智, 最直接的理解就是, 有智序的。 有智序的。 合理的。 天下大智, 整個全國都上回道。 就納入到一個穩定的, 美好的智序當中。 這個叫智。 好。 這邊的智就標, 不是生命存在狀態。 而是他的陰性的生命內在, 其他是越南有個狀性的心理。 他會超過他的陰性生命的程序, 而期待他的生命得到一種穩定。 而這個穩定呢, 這個增定呢, 這個增定呢, 是指著意義價值的增定。 好。 所以, 跟那個陰性生命的自然活潑流動, 那個並不違背。 好。 這個初六, 點出問題。 初遙, 常常是點出這一個掛的主題。 或者是點出他的特質。 他的主題就是一個, 本質是唯一不安的陰性生命。 依然內含有陽性的, 心靈的願望。 所以, 他能夠得到一種意義價值的增定。 好。 那這個, 這樣的一種願望如何實現。 好。 好。 九二。 九二在內含, 他跟初六緊密連接在一起。 也成為一組。 好。 那麼這個九二呢, 當然我們可以說, 就整個訓官來講, 它是秉承九五的旨意。 而且通過, 由九五到九四的大正方針。 九五點出, 楊願愛音。 祈禱音。 這個總的目的。 但是這個目的, 落實下來, 要用什麼策略, 去實現這個大正方針, 通過六四。 不要用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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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用鋼道。 好。 然後, 這個, 這個, 雖然是, 鋼迅乎中正。 但是, 落實下來, 要用柔道。 柔道, 落到細節上面, 誰來執行? 九二來執行。 九二來執行。 所以, 如果九五是一個內閣總理, 六四呢, 是他的一個部長。 那這個九二是由這個部派出區的, 實際執行某個項目的一個負責者, 執行者。 這個執行者怎麼樣? 他遜在床下, 用食物分弱, 疾無舊。 相約分弱至疾, 得忠言。 遜在床下, 指著, 初六。 好。 這個床就是古時候的椅子, 凳子, 墊子, 墊子的, 在床下, 坐在它下面。 這個遜在床上, 為什麼要點名遜? 遜就是這整個掛的精神。 肝, 陽也遜, 陰也遜, 遜者, 順也, 入也。 彼此都樂於互相用柔順的形態來互相進入。 那訓冊的意思是,有一個這麼樣的天真浪漫的,溫柔的,也是軟弱的一個孩子在那邊等著你去祈禱他,你要這麼多。 他說,用史無分弱,極無咎。 用什麼辦法去帶他? 史就是寫歷史的。 物就是去引導去進行宗教儀式活動。 這兩種人他以前是合一的。 所以史無。 那這個就是在那邊仇神啊,要有各種的儀式,要跳舞啊,要唱歌啊。 史啊,這就要說故事啊。 好,這這邊主要的那個行動表現就是使熱,要說故事。 這個乌就是要唱歌跳舞。 分弱就是過,此其彼弱。 分分然。 這就是說啊,要教那些孩子啊,你不能吉言利色,不能用很隆重的,理性的,威權的話語。 所以小孩會有點緊張。 要怎麼樣? 就跟他們一般高。 說同言同語。 所謂同話啊。 跟孩子要說孩子話。 用孩子的語言去帶領他們。 正才是吉的。 說了吉,又說吳舊。 吉其實是舊。 對初六來講,正才是吉的。 吳舊是對這個辛辛苦苦啊。 跟孩子玩在一起,還要趴在地板上面,給他當馬騎。 還要跟他說一樣的那種啊,孩子式的語調。 對不對? 在外面可能是一個叱咤風雲的領導, 回到家裡頭變成孩子。 你這麼辛苦啊。 不能鞠躬啊。 謹德無舊。 無舊是對酒愛自己說的。 即使這樣做,對初六才是其人。 為什麼? 父母愛孩子。 忠養不忠,才養不才。 這是你責任的。 沒有什麼好得意好誇要的。 能做到了謝天謝地,能無舊就不錯了。 不要得意。 好,小象座。 分若至極,就是凝聚了那個搖池了。 用此物分若極無舊。 為什麼?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得忠飲。 九二雖然不得味。 因為這個陽居陰味。 但他是得忠的。 你說這樣做是恰當的。 應該如此。 好,這個九二其實常常就是媽媽。 媽媽跟孩子的生命狀態比較貼近。 知道孩子現在的那個心情是怎麼樣。 所以他會是不一樣。 至於九三, 雖然是得味。 剛居、剛味。 但是一方面一觸六援。 一方面是一個靜揚。 躁動之揚。 不能那麼有耐心。 所以說九三平訓令。 相約平訓之令。 智窮也。 這個平呢,是重眉頭的意思。 有通這個字。 為什麼重眉頭呢? 看那個孩子一下蹲一下膝, 這個麻煩啊。 不耐煩啊。 皺了眉頭,準備出生克制。 趕快。 你說了五秒,已經五分鐘了。 還不放下,還吃飯。 他說沒用。 令,令就是該做的沒錯。 做了都沒用。 有用的都沒做。 令,直接我們從裡面離開了, 那是沒用的。 你用威權,你用呵斥, 對小孩是沒用的。 沒有用。 他只會緊張害怕。 對不對? 那個小象說為什麼要定的? 因為志從你。 志從什麼意思? 你以為有效的那些想法。 其實是不通的。 窮的相反之處,通啊。 這個訊掛子就是小亨啊。 你這樣對那個陰性的生命, 能夠真的能夠走通那條, 那條由小人蜕變為君子的成長之路。 這是不通的。 沒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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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之前我在大陸也選有一個群組吧。 有五百個人已經滿了, 又發展出第二群組。 第二群組有快三百個人。 從你倆也有複羊分享。 這個訊組就規定只許談 跟曾老師的 學問跟書有關的話題, 不許做任何廣告, 不許談別的。 要談就離開。 有很多人昨天说了一串 他自己的过去对孩子的那种经验很痛 他孩子在那个社区里面 大概累积了很久的委屈或者说气氛 也不知从哪里来的 就去把那个公共设施给他批缓 结果那个社区的经理主任委员 社区管理委员会 就来跟那种尴尬讲 他也很气啊 就在那边打他揍他 太气了 到了后来以后气平了以后那怎么办呢 他说这样好了 这个我不要你赔 但你不许 你不许说出 不许告诉你爸爸 他回家来以后打伤了他自己到浴室去 真的一句都不敢告诉爸爸 他说没有我自己摔倒了 到了过了几天他终于呢看着不对劲 怎么问风风才问出来是这样子 这个妈妈很痛心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严重的事情 儿子不敢告诉他 为什么不敢告诉他 像她自己小的时候 真的 出来很多事情都不敢恶辱夫 或什么被爸妈知道了 又是一顿打 又是一顿骂 不敢说 所以一代传一代 他才反显察到 是不是对儿子太厉害 让孩子对父母呢 畏惧也过于情爱 结果都在心中留下了创伤 因为她的阴影 包括孩子为什么累积到内在的委屈缘分 到了后来要去找寻发现 以至于破坏了公武 怎么来的 所以对孩子的阴影 一直富贵在心 你一直没有处理 一直参加了这个道义团体 敢把这个成年的累积内心中的痛 这个诚实地表达出来 我赶快免得他说 能够勇敢诚实地表白 就是一件了不得的自我疏离的开创 这个助理能够一直勇敢承受下去 把自己的生命理清 所以为什么父母对孩子不要因为省事 立刻见笑 用那种威学 所以这个九三这样做是没用的 所以九二有点像是妈妈 九三有点像是爸爸 karena我手 returns 就是了 其实就是我们关心的 如果我们丑一点 大门也读到了 谢谢 State O� 他正在谷底要爬上了 再给他几一点时间 为什么他知道呢 因为他跟他一起玩 我为什么不知道 我没有玩 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游戏的内容 他知道这个节目也 没关系 大家没关系 是不是 这个才叫陪伴 这个做爸爸 做爷爷的 虽然号称慈爱 其实不运天 你没有跟他一起玩 你就不知道他现在处境是怎样 对不对 所以你的威严也是白威严 所以说治权也 好 这边是指的内卦 内卦就是锦 在那个受教者初六 在他身边的人该怎么做 他还举出两个 把正的跟负的方样 九二这样做是对的 起伏九 九三这样做是没用的 力至求 好 所以我们要效法九二 对待初六 就是不要用这个九三 看什么用的 可是不管九二还是九三 他们这样来对待一六二 有什么道理吗 道理在哪里 三卦 好 我们来看三卦 九三 九六四 就是毁无田或山品 相约田或山品有公义 好 这个上卦则表示 这整个阳以真因 自觉而觉人之大 这是一个生命教育的原理 生命教育的原理是什么 六四跟九五是一组 初六跟九二一组 初六跟九二是落实执行 六四跟九五一组 这整个大正方针的离定 跟这个去表现 九五是它的总方向 总目的 九个团区 这个体呼应的那个 那个团区就是 就是钢迅乎中正 就是它要秉持这个中正的 这样的一个道德的方向理想 但是它要表现出来的时候 用柔道 就叫迅乎中正 迅是顺眼 所以其起起是干 其用是容 起在九五那边 用在六四那边 所以六四呢 就能够呢 顺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教育的原理 去做 去施政 它就可以不至于做到不对的去 毁无 否则就有毁 否则就有毁 这样做就没有毁 这个毁是没有的 不会有毁的 而且呢 不但没有毁 而且有供 这个供是什么 来比喻 就好像去打猎 大丰收 田就是打猎 田猎 货就是 打猎的收货 收货有什么呢 三品 上肉 中肉 下肉 都有 原来这个打猎以后啊 要怎么处置那些猎物呢 最好的 是拿来祭祖宗 祭上帝 祭神 拜拜用 中品 下品 是送给宾客 陪他一起来打猎的 下品呢 尝试给那些仆人 田猎生品表示很丰收啊 应有尽有啊 上品 中品 下品都有 那小巷说 很简单说 有供应 怎么供 这个 教化阴性生命之够 是有效的 为什么有效 因为他用 柔道 六四 六四与初九 位置相当 叫了应 应不是 应该是位置相当 一一一扬啊 但是在这个 八卦里边 我们先说这个六五卦 没办法 因为他下卦跟上卦 每一个窑都是一样的 是吧 这边是阴 这边也是阴 这边是阳 这边也是阳 这边也是阳 所以在这个六五卦以后 根本就不可能有阴 但没关系 我们的一性的挂力 都是仅供参考 很活泼的 所有的 所有的力 都有力外 力外 甚至比照力做 还更悬靠 唯妙 重要 因为是针对 如一无二当下情境 你有能力去做斟酌 权衡 调整 所以在这里边呢 他就不以同样的位置 一一一扬 成为硬 就用了一样的成为硬 所以这个六四呢 硬这个出的 当然落实实行 就是九二 九五是教导者 决人者的代表 所以他也算是个主要 九五他说 真极毁无 无不利 无出有终 先更三日 后更三日 即 向曰九五之即 未正中也 九五 真即 就是真才即 真 是中真 就是 忠于真 真理 才会即 忠于什么的真理 生命教育的原理 那么呼应着 甚至说 刚驯呼忠正 真 真正也 你按照生命教育的正理去做才会急 才会悔无 那这边 就是固定着 这个 那个 像 像 九二一样 集无就 集是旧初六说 无就就他自己说 这边呢 真 集 这个集是旧初六说 悔无 是旧 六四九五说 你能够呢 你能够呢 真的很成功 有功 你只是尽到 你爱人者的本分而已 就这点来讲 不能说其他 只能说 悔无 无不利 可是这个悔无无不利 并不是那么轻松的 落实下来 其实是很繁重的 所以特别要指明 无粗有重 也就是说 这样的一种陪伴 这样一种生命的启发教育 一开始是很累的 一开始一点的成果都看不见 叫做无粗 但是如果你有耐心 切而不死 无怨无悔 这样一点一滴 一步一步这样持续下去 最后你会看到好结果 叫做有重 你不能够希望呢 一杆见影 一步登天 你这回事 所有对这个生命 自若 纯真 纯真 又无常的陰性生命 小至于教养孩子 长大 大至于你在辅导中 辅导那些受伤的生命 受伤的生命 属因 都是这么烦 都是这么内 所以要怎么样呢 先更三日 后更三日 这种文法 这种文法 在古怪也有出现 古怪也有出现 古怪分点是什么 是先甲三日 后甲三日 这边用先更三日 后更三日 让甲义秉丁乌吉更生 这边呢 这个都是 都是那个甘之了 天甘 就是祭御的方法 祭年之祭月祭日 祭年之庚子年 不过在这边呢 用这个其实是 有它的一种意象在里面 这个五啊 是阳的意思 这个阳也是 也是 也是 要慢慢 启发 这一个 这个 这个生命 能够 能够 开辟 能够成长 好 所以它用甲呢 甲什么意思 这里 这个土啊 因为那个牙 蒙牙能够 撑破那个土 长出来 好 所以呢 这边啊 就是说 生命的发芽成长 是件很艰困 不容易的事 好 所以呢 就说了 要这样 要这样持续的 去发挥那个生命的创造力 才能够呢 有一种呢 生命的开展 所以它用 用土破裂 来象征生命的辛苦的 这个发芽生长 那这边 甲 甲什么意思 是 甲的改变 甲的改变 改变什么 改变了 循循善诱 诱导阴性生命的那些方式 你不要异常不变 虽然说要有耐烦 可是这个耐烦 要顺着那个孩子的毛来摸 隐性生命就是变来变去 你又跟着它变来变去 所以它就用食物分弱啊 要顺着它那个变动不拘的生命 你也变动不拘 诶 这样说普通立刻改变 反正早来早去东桌西桌 最后碰到了 让孩子可能前面的伤心 破气微笑 需要那个生命感应 所以用先更三日 后更三日 这是呼应什么 呼应那个所谓的 从训以生命 要不断耐烦的 不断地 在这儿上我们说 我们要提醒五十遍 五十遍的提醒 不是用同样一个句子去提醒 看情况 这样来 那样来试试看 都是一种陪伴、一种帮助 先更三日指责九二 后更三日指责六四 因为重训 因为重训 下挂是第一度的施行 上挂是第二度的施行 所以有先更三日后 不断地顺着孩子的毛 去揣摩他的感情绪 顺着他当初的情境 不断地重新改变相识 最后能够走通这道路 不断地重新改变相识 这样子为什么说急呢 想像说九五之急 魏正重也 那就是呼应着 突然指着刚迅不中正 有魏中正你才能够呢 有这个大原则在信中 弱势下来才可以随机应变 生命教育就是要随机应变 不断地有一些新的尝试 好 最后上九 迅在床下 尚其知福真凶 相约迅在床下 尚穷也 尚其知福正都凶也 迅在床下跟那个九二一样 迅在床下 都指的是初六 初六就在九二 一个警铃在下面 OK 适合就近 去带床 上九呢 这个离他好远 中间 二、九三、六四、九五 上级知福 知福是旅行 需要 这个必备的条件 知 寒蝉你的履肺 斧就是你必要时可以去逢山开路的工具 或者说防卫安全的工具 戴个斧头 戴个斧头 现在那个斧 用现在的概念就是保险 你要旅行的时候 第一要带购那个钱 钱有两种 一种是线盘 要带个卡去 在哪里都可以通用的刷卡 对不对 还有第二个 上飞机前 要买保险 旅行平安险 对不对 就是有保险 必要时有个支援 你打电话找保险公司 他可以究竟怎么帮你 上飞自主 上飞了他的工具 上飞了他的条件 什么条件 交音的条件 引导音 所以 这边各个洋位置不同 九二 九五 这个主持大局 六四秉承了 六五的方针 方向 落实下来要 要迷据他的执行的策略 九二 执行这个策略 就用柔大 以柔 硬柔的策略 弱实巨型 是九二 那九五 三九呢 三九就是说 你根本离那个初六韩远 你想帮也帮不上 你要交也轮不到你来交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不要着急 你要安静一点 否则他如果你硬要来的时候呢 虽然你是满怀爱心 虽然是正 虽然真野兽 因为轮不到你来管 有时候就是要看到 邻居 妈妈对那个孩子 这样子 忍不住插发 打就是了吗 我跟他学历 没用 不管你是 别着急 否则他发生 虽然用心是正的 也选 那小巷 训在床下 上虫也 这跟九三剧虫一样 九三 上九位子一样 这两个就是离 那个音圆了 是普通的 上 上 你居于那个上位 离 说六 太远了 你所有的管的行动 都是没用的 都是普通的 那为什么说上其知府呢 真凶呢 因为正乎凶也 虽正也凶 因为你根本没这个条件 你根本不具备呢 去帮这个初六 教这个初六的身份条件 你都不具备 这个时候就不要强来 所以呢 爷爷奶奶的责任 跟爸爸妈妈同一 爸爸呢 这个有时候需要 社会教 社会化 要教他规矩 爷爷奶奶呢 就多吃爱一点 陪陪他就好了 这个 有人就说 这个孩子好可爱啊 怎么只有一个啊 为什么不生个弟弟来陪他 那又不关我的事 你不要那边高高在上 有爷爷奶奶 吹他一下 虽真也凶 尤其现在实在不好 不是大家庭了 所以不要那个 还说那个爷爷的那个 威风 指点来指点去 不要 所以呢 尤其 我们对我们的媳妇 是百分百满意 没有任何意见 我们觉得 他愿意陪我们儿子 我们就非常非常谢谢他 我们儿子那么难缠的人 对不对 所以虽然他们住在我们楼上 我们一家四五口 聚齐了吃饭 一年没有超过十次 我那天说 哪里不超过五次 不要打搅他 这样才可以相安无事 对不对 通常都是 我们媳妇说 哎呀很久没有跟妈妈吃饭了 儿子就来问日期 问到以后呢 由媳妇决定餐厅 好 然后我们去了社会 国府长 这就叫接踏关系 对不对 这个要懂得怎么做爷爷 怎么懂得做公公婆 对不对 不要期望儿子媳妇怎样 完全没有期望 我们就做了这个 这样做到了以后呢 可以通也谨得无久 是不是 好 不要得意 是不是 好 这个训惯配合着 正卦成为一顿 所以这边啊 这边说的九五 其实就是正卦 初中是从初九来的啊 那个初中是从初九来的啊 一阵有没有效 要用容道 渗透 渗透 还有容 好 好 我们就下下礼拜再见 我们下下礼拜就讲第二个 第二个砍卦跟瑜伽 砍卦是非常重要的瑜伽 若到现实中 你不能够抽身而去了 怎么办 何止耐烦 还能凶险 爱人是一桩坚然有凶险的事情 好 下下礼拜再请 起 敬礼